这个场景军机迷会相当疯狂 那么这是前一代的直升机要退役了 现在接任的30架黑鹰直升机 也举办成军典礼 而且这个场面是浩大 超越国庆 可以看到我背后的场景相当的壮观 U-H8H带着6T对29架各种直升机 飞越管理台用短短三分钟的时间 来向近半个世纪的福音来道别 陆军有的直升机种全到齐 U-H58严禁舌阿帕7黑鹰跟Siri4怪 统统拉出来 排场坚持超越国庆教越 特战队员迅速下机并占领有力地形 老U载着特战官兵入场 新成军的黑鹰紧登在后 所有外调的东西 它要跟我们飞机上面有一个 勾结环的结合 就是靠这个U循环 所以它等于是 这个外部吊挂 这个不管是武器装备 它跟飞机的结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 象征星火相传 老U载台服役49年 是世界上第一个搭载涡轮轴发动机的直升机 操作成本低更是H1W眼睛蛇的开发基础 自民国59年成军迄今期间 束手台湾迭箭书勋 捍卫国家 守护百姓任务 圆满达成 准于除意成立 仲则大任接下来就交给黑鹰 双涡轮引擎数位仪表 时速升线跟最远航程都比老U强 还能夜间征搜 不过陆军现役只有30架黑鹰 也被质疑能否应付118架老U留下来的孔缺 快速兵力投射的 我们将原本的座位式下降 变成快速的神将 可以提高我们高度的升线 然后再适应台湾全岛的作战环境 缓缓飞越水幕 UHYH在中华民国历史上画上句点 也正式向类比时代说再见 TVB新闻恒复华 刘婷婷台中报道 这款陆军的UHYH直升机就要退役了 让很多驾驶过他的这些飞官 现在感到相当的不舍 其实军事民对他的印象 不外乎是跟越战有关 那么来到中华民国之后 或者我们自制生产的 没有参加过战争 但是倒是参与了很多国内外的救灾 包括了像九二一大地震 跟八八风灾 电影中美军驾驶UHYH-1H狂轰炸北越 看得军事迷热血沸腾 现实越战中 美军靠着UHYH-1兵力投送 机动作战 但大多国人真正认识他 是1999年内夜的天咬指动 北部有一个登山队 在中横 他的小巴被压回 挖掘到这些离难人员之后 他们是 我们是就近 有着陆点的地方 譬如说在德基水库的霸体上面 来载运把离难的大体载运出来 921期间陆军出动一千多架次老U 自此八八风灾 逃之台风 各种重大灾害救难都能看到他 考核基本功飞行员经验传承 一代接一代 但直升机本体依然避不开时间的武器 但是也很不幸的 前前后三起的重大事件 大概总共有将近快50名的官兵 不幸罹难 那这一个因为他的飞安的问题 所以也导致陆军加速检讨 是不是因为机灵老旧的关系 飞跃在熟悉不过的山岭 军中服役49年 老U也同时见证外交上的高峰 这下UH1H陆军316号机的机笔上 这块名牌其实就是他的身份证 看得出他是由美国贝尔公司 跟航发中心联合制造 制造年份是民国61年 但这架陆军4辆辆号机的身份证 用的可是英文 因为它可是美国原厂制造 118架台湾制造 9架美国进口 这127架UH1H是台美友好证明 最后8架封存 未来可能送邦交国 这架飞机对我来讲 其实它跟着我将近20年了 比我的家人还要更 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更长 关上枪门 再不舍也得转身 中华民国的老U不飞了 静静地留在远地 攻城身退 TVBS新闻李明辉 洪富华 刘婷婷 台中报道